原标题 秦桧等人在岳飞向前跪了几百年 但稍微熟悉一下我古代的政治制度 就会知道秦桧绝无权力杀掉岳飞 秦桧被认为是南宋初期的权相 但实际上秦桧不过一届文官而已 并不掌握有兵权 既无兵权在手 又谈何能成为权相 宋朝是承接的残唐古代 而残唐五代时期 武将当权 成头变幻大王旗 也方畅霸我登场 政权极不稳固 但自赵匡印陈桧兵变 黄袍加深 而建立宋朝 以陪九世兵权 收缴了武将的兵权 自此 防范武将便成为了宋朝的国策 故而 才重文清武 而以文官制住了统育武将 文官制度是依附于黄权的 一旦脱离了黄权 旧事必成枯稿 从宋朝至明清 文官制度都已相当成熟 比如 明朝的那些所谓的权相 或权焉 光直 刘锦 阎松 魏忠贤等等 看似全是熏天 而一旦被黄权抛弃 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 对秦桧而言 何尝不是如此 秦桧再无 对宋高宗来说 也不过是匹夫之贼 防范秦桧至多被一把匕首即可 而藩刃武将则不同 即便让宋高宗躲进兵器库 也不会有足够的安全感 秦桧权相的帽子 不过是宋高宗给的 秦桧跟岳飞并不直接利害冲突 一人为相 一人为将 更没有杀掉岳飞的权力 而有权力杀掉岳飞的 只有宋高宗 在具剑言以来戏年要录地的 秦桧等人在给岳飞等人定案时 以刑部大理寺的名义上书 给出的定案是 岳飞司罪斩 张献司罪角 岳云司罪徒 展开全文也就是说 秦桧等人还打算放岳云一条生路 可最终遭到了宋高宗的拒绝 那既然宋高宗是杀害岳飞的罪大凶手 那么为何在岳庙里 却没有宋高宗的贵奖 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 在帝制时代 皇权至高无上 缺乏制约 以致沦为一种流氓政治 而没人敢委罪给皇帝 先秦时期 还能有名贵君卿 天下非义人之天下 乃天下人之天下等主张与说法 而至秦始皇一并天下之后 这些主张却都成为了大逆不道之言 孟子就曾经其大逆不道之言 一路被朱元璋赶出了空庙 在帝制时代 皇权不对任何人负责 中军却成为了臣子们的单方面道德要求 君让臣死 臣不死失为不种 冤杀你都是一种恩赐 赐死 还能指望皇帝给臣子下跪认错 能给予平反都已经是皇恩浩荡了 就别得寸进尺了 故而 既打不得言啊 只能照小鬼撒气 并且在以后的朝代 站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同样角度 也不会有皇帝把冤杀岳飞的罪责 扣在宋高宗身上 再则 尽管宋高宗在很多人看来都不怎么样 但宋高宗还是有历史功绩的 毕竟还稳住了江南万壁 是一代中兴之君 客观上讲 宋高宗无愧于中兴之名 其历史成就更不容抹杀 故而 让一个有光辉形象的中兴之君 是给冤杀的臣子下跪 不但有了于君臣的上下等级观念 而在民意上 也很难被接受 倘若南宋并没有守住江南半壁 宋高宗也跟后来的明洪光帝一样的话 那就另当别论了 宋高宗就会被当成为主 而民间与官方也都会彻底否定掉宋高宗 那么 宋高宗也就可能真的跪在岳飞面前了 岳飞之死 在本质上与汉韩信 彭岳之死 名副有德 冯胜等人之死是一样的 都是皇权对功臣武将放心不下 而非君主的个人好恶所致 而后世之所以特别缅怀岳飞 同情岳飞之死 是因为华夏民族正处于被外族欺凌的深重泥沼之中 故 每当华夏民族遭受外族欺凌 就会更加不自觉地想起岳飞 经过八九百年的历史沉淀 岳飞已然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情节 一种爱国的标识 早已超越了真实历史上的岳飞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